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366集 69分 突然一个高分出现 是天和真宗的曲乐勇大师 曲乐勇大师是半步天圣啊 地品巅峰的炼气大师 这次炼制出了地品巅峰的圣兵 却只用了一种地品巅峰的材料 难怪有这么高的分数啊 厉害 这成绩已经是有史以来第一高了 太强了 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69分啊 第一高分啊 天和真宗的天和老怪 激动得差点没跳了起来 哈哈哈哈 这是我天和真宗的炼气大师 他大笑 对着身旁的其他强者兴奋得到 脸上的笑容都几乎将脸变成了菊花了 取乐勇能加入天工作 那对天和真宗的意义非凡呢 天和老怪兴奋 古须世家 天须老祖 天龙寺的天龙真人 脸色却是难看起来 天和真宗本就是云州境内的第一大宗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加入天工作的炼气大师 这对他们其他云州势力而言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天和老怪兴奋过后又有些郁闷起来 为什么云州州主云动光之子也是一名顶级炼气师呢 而且还是一名妖孽的炼气师 如果云孟则不够妖孽的话 他天和真宗有个取乐勇 甚至能和云州州主平起平左 但是现在恐怕还是差那么不少呢 考核继续 接下来轮到了乌州的玉城河大师 这是一尊天圣强者 算得上是诸多考核的炼气师中最顶级的一尊了 他的修为极其可怕 甚至达到了天圣境界 是一尊盖世天圣 在最后一轮 他成功炼制出了地品巅峰的圣兵 这圣兵的气息十分可怕 甚至仅次于白玉堂等少数炼制出半部天兵的天教 可玉城河大师依旧是紧张无比 玉城河的修为限制了他的未来 他本身就是盖世天圣人物 却只是炼制出了地品巅峰的圣兵 自然就显得弱势起来 以天工作的强大 根本不会在乎一个普通天圣初期的强者 能吸引他们的唯有顶级的炼气天教 自己能通过考核吗 他小心地将圣兵放置了上去 双手放到了剑宝仪上 仅仅仅是玉城河大师紧张吗 不 其他人也都跟着一样紧张 滴 就见剑宝仪上的光芒一闪 一个数字出现了 六十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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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了 有那么一瞬间 玉城河大师脑海发蒙 他一个盖世天圣 甚至激动得差点哭出声来 我 我 都过了 我 都过了 他激动 兴奋地无以复加 恭喜 那考官也笑 虽然只是六十分 但是也算通过考核 身为未来同门 自然要一视同仁 多谢 多谢 玉城河对着考官恭敬的行礼 连忙地激动地退了下去 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九人通过了考核 而成绩最高的是 许乐永的六十九分 在众人的议论中 终于轮到了白玉堂进行测试 嘿嘿 终于轮到小爷我了 看看小爷我的上兵 究竟能走多少番 白玉堂十分轻松地走上前去 将半部天兵级别的战俘 放在了剑宝仪上 然后双手触摸了上去 你得想 光芒一闪 剑宝仪顿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八十五分 一行醒目的大字出现在了剑宝仪之上 八十五分 是大家眼花了吗 全场顿时炸破 无数议论之声不绝于耳 之前最高分也只有六十九分而已 白玉堂一下子将成绩提升了这么多 竟然达到了八十五分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际之上 木叶大师却笑了 这个分数啊 意料之中 虽然白玉堂用了天品的材料 但剑宝仪检测的不仅仅是圣兵的级别 还有舞者的修为 白玉堂如果用天品材料 只炼制出了地品巅峰的圣兵 那么恐怕顶多也就只有七十分 如果炼制出的是地品后期的圣兵 甚至只能在六十分上下浮动 连及格都未必能用 可他炼制出的却是半部天品 剑宝仪根据白玉堂的修为 判断出了白玉堂的年龄 境界 在他这个年龄 这个境界 修炼出了半部天品 八十五分 实至名贵 至于用的是不是天品材料 这些已经不重要 八十五分啊 马马虎虎嘛 白玉堂傲娇地说道 白玉堂 恭喜你通过了考核啊 那考官也是满脸和煦 笑容满面 看着白玉堂的目光 甚至带着一丝敬佩 天界之中 强者为尊 白玉堂以半部天圣修为 炼制出半部天兵 将来在天工作中的地位 定然要在他之上 态度自然要变得恭敬一些 下一个 云梦泽 接下来 云梦泽上墙 所有人的呼吸都是冰桌 白玉堂是八十五分 那么云梦泽呢 同为半部天圣 同样炼制出了半部天兵 两个人之间熟强熟弱呢 第一 剑宝仪上光芒一闪 顿时一个数字显现了出来 八十七分 人群中倒吸冷气的声音 此起彼伏 八十七分啊 竟然比白玉堂还高了两分 这 不可能吧 白玉堂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小眼睛瞪得大大的 前面两轮他都领先云梦泽那么一点点 为何这第三轮他反而不如云梦泽呢 虽然只是两分的察觉 却让他狠狠地给白玉堂一个重金 不可能啊 绝对有问题啊 一个小小的云周周子 怎么可能在练气之道上超过小幼我呢 白玉堂皱着眉 就算是前两轮他被云梦泽超过 他也不会有这种表现 这第三轮是一整个练气过程 云梦泽的成绩竟然在他之上 这岂不是说明 云梦泽的练气天赋和造诣要比他厉害吗 这他如何能接受 不好意思了 白少堂主 分数代表一切 云梦泽松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白玉堂 露出了微笑 仿佛两个好朋友在互相寒暄一般 白玉堂冷哼一声 没理会 这云梦泽到底什么鬼啊 他皱眉看着云梦泽 他也不是输不起的人 但总觉得这云梦泽怪怪的 白玉堂和云梦泽两个人的成绩 惊爆了所有人 而云梦泽高达87分的分数 更是让无数的云州的舞者们兴奋 他们云州州子竟然超越了广汉府 宝汽堂的少堂主 何等荣耀 这已经是最终的考核分数了 不会再有变化 决定了谁才是真正的第一炼气天才 云梦泽测试结束 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测了 但是后面几人也只有一人通过了考核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秦晨没有测试 自此 全部的256名炼气师中 只有255人进行了测试 一共12人通过了考核 这个概率太低太低了 毕竟来这里参加考核的数万炼气师 都是来自云州 以及云州附近无数个大洲的炼气强者 如此之多的炼气师中 仅有12人通过考核 可见其恐怖 片刻之后 终于轮到了秦晨 所有人的注意力 再一次被吸引了过来 三大天叫 秦晨是最后一个 而且前面两轮 秦晨都以绝对的碾压姿态 获得了第一 那么 这最后一次考核呢 众人都是紧张不已 秦晨最终炼制出来的圣兵气息 一开始是堪比半步天兵 可是后来 圣兵气息却内敛了下来 因此 没人知道秦晨炼制出的究竟是半步天兵啊 还是绝品的巅峰胜兵 但是 不管是哪个 通过考核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所有人期待的都是 秦晨会以怎样的成绩通过考核 众目睽睽之下 秦晨手中的圣兵终于放到了剑宝仪上 同时 他的双手也跌了上去 光芒闪过 秦晨被剑宝仪的光芒笼罩 所有的人呼吸都并重 只见剑宝仪先是平静了一下 旋即 原本平淡的 没有一丝动静的剑宝仪 突然爆出了一声急促的鸣叫声来 同时 一道道光芒在剑宝仪上不断的亮起 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下 一个分数 在剑宝仪上方清晰的现象了出来 一百分 满分 一百分 这三个硕大的数字 和剑宝仪特殊的表现 闪烁的光芒 瞬间亮下了所有人的创意 满分 这不可能啊 怎么回事 难道剑宝仪出故障了 就算是秦晨 也炼制出了半部天兵 最多也就和白玉堂 还有云梦泽一样 在八十九十的分数之间吧 这怎么 现在居然获得了满分一百分呢 而且秦晨炼制的圣兵气息 似乎还不如白玉堂 和云梦泽的圣兵气息吧 人群都轰动 一个个都快疯了 无数的异论和嘈杂声 在这广场之上轰然响起 仿佛滚滚的雷声 直入云霄 没有人能料到 剑宝仪 给予秦晨的评价 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七十分 八十分 甚至九十分 这些结果 大家都可以接受 唯一不能接受的 就是一百分 一百分 这是剑定仪给出的满分啊 也就是说 这剑宝仪无论是在 年龄修为材料炼制的 圣兵等级等诸多方面 都认为秦晨是没有一点 瑕疵和错漏的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连木叶大师 也是蹦了起来 无法保持镇定 因为一百分这个数值 在理论上 是不可能存在的 必须在各个方面 都做到完美 才有可能 有这个数字 就算是他这个 广汉府 听工作长老上前 也不可能得到 这个成绩 就连从比赛开始 到现在 一直无比淡定的 木骨天大师 此时也豁然战绩 眉头紧皱 十分的疑惑 这个成绩 实在是太夸张 这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剑宝一出故障了 对 一定是剑宝一出故障了 云顿光愁逐 也是保持不了淡定 气急败坏 整个比赛会场 操杂得像是菜市场一样 木 木叶大师 就连那考核的考官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急忙抬头 看向了天气 轰隆一声 天气之上 一道恐怖的气息降落 是木叶大师 顿时维持秩序的 无数天工作工作人员 纷纷地恭敬行礼 木叶大师走到了剑宝 以前直接拿起了 秦晨炼制出来的 剑行圣兵 这件圣兵一入手 一股冰凉的感觉 传递到他的手中 木叶大师第一个 感觉到的是 凛冽 秦晨这柄圣兵 十分的凛冽 但是其散逸出来的气息 的确只是介于 地平巅峰圣兵 到半步天平之间 不像是能得满分的样子 圣兵的鉴定 有一定的程序 需要从各个角度 鉴定一柄圣兵的强度 韧性 破坏力 等等 即便是木叶大师 目前也只能通过 简单地感知圣兵气息 粗略地了解 圣兵的品阶而已 难道这是剑宝仪出了什么问题 木叶大师皱着眉头 仔细检查了一番剑宝仪 剑宝仪没问题 而后他摇着头 剑宝仪完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结果 让本来以为剑宝仪出了问题的 无数民众们 彼此面面相去 这怎么可能 如果剑宝仪没问题 难不成是这秦晨 真的炼制出了满分级别的圣兵 众人纷纷地看向了秦晨前面的圣兵 这是一兵十分朴实无华的圣兵 看起来虽然不算普通 但是那气息 顶多也就是地兵巅峰圣兵的等级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分数 服不服 广场之上 忽然传来了一道怒吓之声 只见到云梦泽的脸色涨红 一脸不甘的道 我所炼制的血影狂刀 论形态 论威力 论气势 哪一个不比秦晨炼制的兵气弱 啊 为何 我的血影狂刀仅仅八十七分 而秦晨这个竟然能得到一百分 如果秦晨炼制的圣兵的确是比他的强大 云梦泽就算是再怒也不敢嚣张 可是现在 他敢肯定自己的圣兵更强 如果冠军给了秦晨 那他之前的努力一切都白费 他要力争 他要把秦晨拉下马来